台湾超司公司进口巴西鸡蛋争议 延烧半个月 深陷风波的台农业部门主管 陈基仲于19号晚再度请辞 终于获准 有分析认为 这一结果是新潮流系 为护航赖清德选情 而拉陈基仲下台的派系之争 怎么看这种说法 回顾陈基仲从政经历 先后历经台湾开放美国莱猪进口 福岛核食进口 斑斑吃石斑等争议 长期屹立不倒 说明了什么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斌 杨泰顺 林明正带来全面分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 日前率团窜访台湾地区 蔡英文19号 在与该窜访团会面时宣称 台积电去美国是打造更安全 更具任性的供应链 双方互惠双赢 这么说有何讽刺意味 作为生产链条重要一环的 先进封装厂被爆 也可能随台积电赴美 这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两岸时事评论员杨泰顺 张斌为您深入解析 加拿大政府18号指认印度政府 关联一名加拿大籍西克教知名人士 遭枪杀事件 下令驱逐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印度政府19号回应称 家方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作为报复 围绕这一事件 两国矛盾升级 双边关系是否已到危急时刻 时事评论员许清夺 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感谢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新感谢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来看新闻 当地时间9月19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班主任王毅 在莫斯科 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帕特·卢舍夫 共同主持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 双方围绕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广泛议题 深入交还意见 加强了协调 增进了互信 王毅说 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两国战略协作内涵不断充实 务实合作质量不断提升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负责任大国 中俄在国际舞台上密切配合 共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 反对一切强权霸凌行径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 王毅表示 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 作为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了中俄政治互信的深度和战略协作的广度 机制建立以来 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和良性互动 有效捍卫了共同利益 也为全球战略稳定 以及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贡献了智慧力量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彰显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应有之意 我们愿同俄方一道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 进一步释放机制效能 为维护两国国家安全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帕特鲁舍夫表示 今年以来 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 俄中关系稳健发展 务实合作有序推进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面对国际安全形势快速变化和冲突平仍挑战 俄中不受外部影响和干扰 坚持独立自主 加强战略协作 展现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独特价值 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 涉疆 涉藏 涉港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反对西方干涉中国内政 俄方高度赞赏 并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 愿共同促进亚太地区 乃至世界稳定和发展 双方同意事实举行 中俄战略稳定磋商 加强执法安全 防扩散 以及新兴科技全球治理等合作 双方还将继续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金门高粱酒剧名播出 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超司公司进口巴西鸡蛋争已延烧半个月 台行政机构日前证实 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曾口头请辞 但未获准 深陷风波的陈吉仲 在舆论及民进党内派系重压之下 于19号晚再度请辞 台行政机构随即公告准辞 并于21号生效 对此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爆料称 这是蔡英文被赖系人马逼宫的结果 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吴宜轩则算是避重就轻 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 半个月来深陷巴西进口鸡蛋争议 19号晚间 他在脸书宣布决定请辞 而从事进口鸡蛋相关事务的 台续产会董事长林聪贤 也同时宣布请辞 对此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林子伦 当天晚间以新闻稿回应称 陈建仁尊重陈吉仲的决定 免于准辞 并于21号生效 并指派台农业部门副主管陈俊纪 暂代台农业部门主管一职 当晚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林玉禅也表示 蔡办尊重陈建仁 及陈吉仲的决定 林玉禅还表示 蔡英文认为 台行政机构启动进口鸡蛋项目 在执行层面仍有不进周延 可精进之处 要求行政团队应落实检讨精进 向社会大众及立法机构 进行完整说明 以化解各界疑虑 20号上午 陈吉仲出席第17届农金奖颁奖典礼 在致辞时 陈吉仲甚至上演了一出哽咽戏码 可是还是要离开了 所以这一个 我最后还是要 再次 我说到农市面 我就哽咽了 陈吉仲还透露 他来自台湾中兴大学 他21号就回到学校教书 至于陈吉仲请辞 为何会在短短两天内 发生惊人反转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 19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上爆料 奇怪 这个剧本每天都要一日三遍 对不对 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 很简单 就一个道理 就是蔡英文同意的 蔡英文同意他滚蛋 赖戏人马 就是去逼宫了 这就是赖心的逼宫 蔡英文成功 然后陈吉仲滚蛋 吴子佳更表示 陈吉仲还在说自己 一生玄命 无惧抹黑 实际上却是 每天讲一大堆奇怪的事 搞得全台湾 鸡没有飞 但到处打 对于陈吉仲请辞获准一事 台湾民众党2024 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柯文哲办公室 则算是避重就轻 眼看现在民调 已经影响到赖清德了 陈吉仲才想要避重就轻 但恐怕为时已晚 另外 台立法机构本周五就要开议 届时陈建仁将赴台立法机构 进行进口鸡蛋项目报告 台媒报道称 有绿营明代私下说 进口蛋争议 确实已影响到民进党选情 陈吉仲此时下台 早点止血也好 综合台媒报道 陈吉仲2016年 接任台所为农委会副主委 2019年升为台所为农委会主委 任职期间历经多次争议 2020年底 蔡英文当局拍板定案 决定开放含有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和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台湾 当时引起台湾民众反弹 而陈吉仲竟然将莱克多巴胺 比喻为所谓猪的保健品 宣称是好的添加物 此外台媒还称 陈吉仲能力差 任内凤梨 范丽芝 石斑鱼等多项台湾农鱼产品 因检验不合格 被大陆禁止进口 但他解决问题也有妙招 那就是撒币补贴 虽然陈吉仲施政披露不断 但平齐耿耿忠心 深得蔡英文欢心 被外界称为是小英男孩 今年8月 陈吉仲上任台所谓农业部部长 更在语中上演诗背秀 不过进口蛋争议 是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食安议题 加上牵涉到唐大资金 冲击民进党2024选情 最终陈吉仲请辞获准 也让外界质疑 民进党是在断尾求生 好 先过话题 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 先来请教在台北的杨泰顺先生 陈吉仲请辞获准 那么有分析认为 这是新潮流系为护航赖清德选情 而拉陈吉仲下台的派系之争 那么对此您有何观察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察 因为陈吉仲的下台 可以说充满了很多疑斗 除非我们从派系的斗争角度 否则的话实在是很难加以解释 比如说陈吉仲这个次 也不是一辞就准 他事实上他已经辞了 至少就媒体的报道 至少辞了两次 那么第一次就被压下来了 可是才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才不过两三天的时间 第二次的请辞 居然就获准了 所以第一次的请辞 跟第二次的请辞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间一定出现了一些转折 使得这个民进党的高层 就不愿意再未留陈吉仲 而这个转折呢 我相信一定是跟赖清德的选情有关系 因为农业部所主管的是跟民生最有关系的 也是民众老百姓最直接感受到政府政策好坏的一个面向 那所以如果农业部做得不好 政策上没有办法服人 鸡蛋让大家吃得不安心 那么大家很容易就把这个责任归咎到执政党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执政党 这个要竞选政府大位的这个候选人 也就是赖清德的这个选情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赖清德那么很可能 以及赖清德所属的新潮流系统 就对这个蔡英文政府 以及这个对行政体系就施加压力 就说务必你们要把陈吉仲给换掉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获起萧强之内 自己内部的一个派系的压力之下 当然就使得蔡英文 以及他的这些幕僚们就抵挡不住了 就不得不让陈吉仲这个卷铺盖走路 所以我认为那个观察认为说 是因为民进党内部的派系恶斗 那么造成今天陈吉仲必须负责下台 那么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蛮可悲的 你的政策明明这么糟糕 造成老百姓吃东西都不觉得安心 那么造成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结果民意再怎么样要求你下台 你就可以不动如山 一直到你自己内部的派系 产生了矛盾 你才被逼下台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台湾式的民主 实在让我们觉得有点可悲 好的 谢谢杨泰顺先生的分析 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张斌先生 陈吉仲这样一位所谓传奇的绿营政务官 从政以来先后经历台湾开放美国莱猪进口 福岛核实进口 斑斑吃食斑等争议 长期也是屹立不倒 那么您如何评价这样的一位政治人物 民进党执政本身来讲就是一个任人为亲的 这样一个政治分赃的整体的结构 陈吉仲从他本人来讲是蔡英文的亲信 甚至被称为叫小英男孩 那么另外呢 他跟这个台湾前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苏贞昌应该说关系也是非常深厚的 要不然苏贞昌这次呢 也不会说在他这个请辞的风波当中 主动跳出来为他发声 苏贞昌是民进党政治啊 这种派系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不管是遭到了这种核实的风波 还是开放美珠也好 还是其他的包括这次决弹的 造成的一系列的这种风暴 陈吉仲呢 都基本上是稳作钓鱼台的 那么这次呢 请辞获准呢 也是民进党派系内部斗争的结果 甚至是赖清德可能要断尾求生 采取这种切割止血的一种方式 所以陈吉仲的整个的人生的从政经历啊 包括他的这样一个在台湾岛内啊 所面临的一系列的这种热点事件的应对啊 应该说凸显了陈吉仲本人的 这样一种在民进党内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他也反映出了民进党整体的这种执政风格 那就是只要是我的人 只要颜色是绿的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全力维护 我们都要想办法替他洗白 替他辩解 那么同样在面对重大的社会舆情 以及民生事件当中 民进党也是采取严格的双重标准的方式 那么对于自己人呢 民进党呢 也是个百般的替自己人呢 进行一个辩白 进行一个袒护 这已经成了民进党惯常用的套路了 而且就这个党本身来讲 很多政策都是采取的双重标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自己执政的无能 可以呢 被他呢颠倒黑白 说成呢 是有功 那么对手 不管是有没有问题 都会让他们找到相应的一些漏洞 进行攻击 这已经成了民进党执政以来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施政的政治风格 同时也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诟病最多的地方 这民进党的施政风格和劣质的政治文化呀 也导致了这个民进党人是难改劣根性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在台北的林明正先生 陈吉仲请辞下台 让人不免想起蔡英文任内 历次选举中的几大所谓战犯 第一个可以说就是吴英宁 他惹得天怒人怨之后 坚决不辞 直到民进党九合一大败之后 被解辞 第二个就是林志坚 在选前几个月 民进党就试图让林志坚辞职退选 替选情止血 但结果呢 却不如意 民进党依旧大败 陈吉仲现在走人 那么能替民进党止血吗 这一次陈吉仲的请辞 跟过去吴英宁或林志坚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呢 这一次呢 是面对的是2024的大选 也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那他跟这个 所谓2022或2018的不同点在于说 他呢 重点会集中在这个各个政党 他所提出的这个领导人的候选人的身上 也就是说陈吉仲跟赖清德 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今天呢 陈吉仲一般社会大众还是认为 他是蔡英文任命的这个相关的官员 跟赖清德呢 比较难直接勾上 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就是他不是赖清德直接任命的 或是他这个相关弹的这个风波 跟赖清德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那这个火呢 就比较难烧到这个赖清德的身上 所以说 目前说要从这个陈吉仲的请辞 会不会影响到赖清德 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 那可是呢 是不是直接就会促成赖清德2022大败 那可能呢 也还不一定 所以呢 我想呢 后续还是要观察 就是侯友宜 有没有办法在后续 包括这个领导人的辩论 或相关的一些场合上面呢 对赖清德直接 做出呢 他这些 他的任内相关弊案的一些攻击 包括这次弹的风波 那当然呢 也可以这侯友宜还是可以讲说 你赖清德虽然不是领导人 但是是副领导人 那你对这些相关风波 也当然有一定的责任 你连这样的事情都处理不好 那我们能够想象说 你如果当上了台湾地区领导人 能把台湾的农业啊 弹啊等等的问题处理好吗 这些都是侯友宜可以攻击的 可是如果侯友宜不主动攻击 然后对赖清德提出质疑的话 只是媒体这样子攻击成吉重 这把火要烧到成吉重 烧到赖清德身上 我想还有一点距离 所以呢还是要靠在野势力 自己多加努力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的分析 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 日前率团窜访台湾地区 蔡英文19号在与该窜访团会面时宣称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厂 台美透过这项合作案实现互惠商赢 不过一段时间以来 台积电赴美设厂遭遇重重挑战 被批水土不服 台湾媒体认为 现在就说台积电赴美设厂是双赢 显然为时过早 蔡英文19号在台北接见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 串访团一行人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厂 台湾和美国透过这项合作案 不仅带动了在地产业的发展 也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 更具任性的供应链 此前据台媒报道 台积电即便赴美设厂 但在美国所生产的芯片 仍要送回台湾进行先进封装 据悉封装是指 在单个芯片成型之前 将各电路板排放紧密的过程 是一项高度先进的工艺 霍布斯表示 先进封装为在美国构建 半导体生态系的重点之一 目前也正在拟定一些相关计划 包含与台积电 针对先进封装进行讨论 在过去一年左右 已经宣布约30家台积电供应商 前往亚利桑那州投资 他强调 亚利桑那州 有高度熟练的劳动人力 是建立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好地方 虽然霍布斯证实 该州正在与台积电 就先进封装方面的投资 进行协商 但台积电从未发布过 要在美国建造 先进芯片封装厂的计划 有分析人士指出 台积电很难在沙漠中 建立先进封装厂 因为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时间和精力不符成本 此外 据外媒报道 台积电日前已经通知 其主要供应商 延后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出货 原因是对芯片市场的需求疲软 感到不安 同时也希望能控制其生产成本 消息一出 台积电的若干重要设备供应商 股价硬生下跌 其中 荷兰光刻机巨头 阿斯麦的股价下跌2.5% 另一家荷兰芯片设备供应商 ASM国际公司的股价下跌5.6% 荷兰半导体封装设备供应商 B1的股价下跌3.3% 所以不是只是TSMC 今天有很多其他竞争 那些股价下跌 首先是在市场上 我们看到一种股价 在组织的空间 我们可能到达到最底 但那些股价 的股价并不复乱 可能不复乱 很多人 好 休息一下 稍后将就相关话题 继续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 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观察 热烈 喜悦 畅快 人生百态都在酒里 金门高粱 两岸飘香 我这玩意大岛鱼啊 上网的 大伙来品尝啊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4007102826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只留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 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带鱼盖焦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4007102826 哇 真的是太好吃了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它每一口肉吃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 与此一股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渔民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10罐的钱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儿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4007102826 深河五箱带鱼罐头 原价199元10罐 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重磅福利 199元整涨30罐 只限200总 电话正忙库存急速将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沉下心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新海菲斯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菲斯 妈妈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 抗菌除满洗衣液 深入纤维 根源解净 强力去除满虫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 新上市 避浪 根源解净 抗菌除满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感线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 两岸时事评论员 先来请教杨泰顺先生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 霍普斯19号直接表示 先进封装为半导体生态系 重要一环 与台积电讨论规划 打造先进封装 连先进封装厂也要赴美了吗 这是讨论呢 还是直接下通知 我认为这是直接下通知 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已经投入了 在亚利桑那州 已经投入了400亿美金的 这个建厂的资本 所以在美国人来看 你这个已经是在我嘴里面的一块肥肉了 你跑不掉了 那么我既然死死的咬住了你 那接下来我当然希望你的周边的一些资源的厂商 跟你的一些供应链 势必都要移到美国来 然后在亚利桑那 变成一个很完整的半导体的生产的这个供应链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看呢 因为台积电在建厂的过程里面 也遭逢到很多的阻力跟困难 那台积电的这个整个建厂的这个进度呢 就受到很严重的延宕 台积电或者因为以他的这个企业规模 他对这些能力不足技术不够的这个情况之下 他或许还有能力来做一些应变 可是其他的封装厂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应变能力啊 那么恐怕就就非常有问题了 那美国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显然就是吃定了你台积电 吃定了你这些台湾的这个厂商 所以美国才敢大言不谈啊 尽管没有帮台积电解决他建厂所遇到了一些困难 可是却又加码的要求 台积电应该把他的配合厂商一起弄到亚利桑那州 那当然整个供应链整个生产链能够集中在亚利桑那州 对台积电的生产当然会有他一定的效率的提升 这个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我们撇除那些人力不足的这个问题之外 应该也是会有正面的效果 可是我们不要忘 也正因为人力的不足 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人工这个技术上 产生了一些一些困难的时候 那可能整个生产链就崩盘了 那么台积电在美国所有的这个投资 很可能就化为泡影 所以这也是台积电一直到现在 没有正式回答这个亚利桑那州州长的请求的原因 他到现在没有做任何正式的这个回应 我想他内心的这个煎熬那么他的主管阶层的这种犹豫 我们局外人是可以体会的 好的谢谢杨泰顺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张斌先生 蔡英文在建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时宣称 台积电去美国是打造了更安全 更具任性的供应链 还期盼台湾和亚利桑那州创造更多所谓的互惠双赢的发展 那么听了这番话 麻烦不断的台积电会做何感想 真的是互惠双赢吗 台积电现在处于一种叫有苦说不出的一个境界当中 境地当中 因为本身来讲呢 台积电之所以到亚利桑那设厂 这里面其实经济上的考虑和产业的发展远远的少于政治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谋划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从美国来讲利用渲染台海地区局势的紧张 进入台湾问题 趁机把台积电连锅整晚的端走 那么不仅能够直接获得这种半导体芯片方面一个优质的企业 而且对于美国在这个科技领域 特别是半导体和芯片领域 打造这样的一个科技霸权 也能够形成有效的助力 那么对于台湾来讲呢 失去这样一个号称护台神山的企业 显然是蔡英文啊 依美谋独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向美国献备取宠 交了保护费 希望美国呢能够在自己推行台独 对抗大陆方面获得一定的支持 双方是各取所需 自然就达成了这样一项协议 但是对于一个企业发展来讲呢 台积电其实非常明白 舍尽求远 去到这个成本也高 人工也高的相应的美国去设厂 不仅呢对台积电的发展呢不利 反而呢会让这个产业 完全控制在美国的手里 我们看到从2021年开始呢 这个亚利桑那的相应的这个厂啊 开始准备筹划呀建设等等 到今天我们看到还没有投产 甚至呢已经出现了延后 这样投产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中人工成本比较贵 那么对于台积电来讲成本付出比较高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再加上全球对于相应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个复苏啊 相对比较缓慢 所以台积电现在成本呢 非常的高的情况下 利润相对就比较低了 这也是台积电啊 这个意愿不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台积电到美国设厂本身并不是市场经济在发挥的作用 也不是科技产业的自动的流向 而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中干涉台湾 掏空台湾的政治化的一个产物 确实我们也看到了 自从台积电赴美建厂之后 就困难重重麻烦不断 足以让他们省思了 好的 谢谢张碧先生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金门高粱酒剧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19号消息 台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日前彩绘两架阿帕奇直升机 想要给民众参观 因为没有上报 引发台防务部门的愤怒 不少台湾网友也讽刺 台军方作秀作过头了 据报道 台军方将于9月24号 开放新竹县湖口基地 让民众参观 台陆军航空特部 为此特别准备一个秘密大彩蛋 将两架H64阿帕奇直升机 彩绘上低适度虎般沙嘴 进行战力展示 不料18号 台陆军方面大转弯 突然下令要求把彩绘 还原成原土装 消息一出引发民间热议 台媒爆料称 计划大转弯 是因为台陆军航空特部 并未将项目上报批准 台所谓陆军司令部 及防务部门毫不知情 因此予以否决 致敬人士透露 阿帕奇直升机属于战备装备 进行塗装期间 恐怕需要调度 其他直升机替补 会影响台军战备 因此台陆军航空特部 若更改塗装 必须承报由台防务部门同意 但该部门却擅自 与民间业者签约进行塗装 惹怒台防务部门 及所谓陆军司令部 经过干部共同的审视以及研讨 并没有达到破坏轮廓 与战场隐蔽伪装的效果 不符合作战的时需 所以取消了陈展的规划 并没有向上陈文核定 事件引发争议后 台陆军航空特部决定取消陈展 但台陆军向台防务部门 主管邱国正呈报后 核定将原涂装修正为 低视度涂装 两架阿爸级直升机仍将如期展出 不少台湾网友在新闻留言板中讽刺 台军方作秀作过头 又浪费大家的纳税钱 也有网友痛斥台军方 拿战机当玩具 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近日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 在处置西北工业大学 遭受网络攻击时 成功提取了名为二次约会的间谍软件样本 该软件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的 网络间谍武器 在遍布全球多国的上千台网络设备中 潜藏隐秘运行 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是劣迹斑斑 国家安全部20号披露 其底美国情报机关 网工窃灭的主要卑劣手段 美国情报部门凭借其强大的网络攻击武器库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国 实施监控 窃密和网络攻击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通过其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以及先进的武器库 多次对我国进行体系化平台化攻击 试图窃取我国重要数据资源 2009年 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就开始入侵华为总部的服务器 并持续开展监控 2022年9月又被发现 长期持续地对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在内的 国内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 恶意网络攻击 控制了数以万计的网络设备 窃取大量高价值数据 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 自然离不开多样化网络攻击武器作为后盾 2022年以来 我国网络安全机构已披露多款 美情报部门网络攻击武器 如电幕行动 量子 酸狐狸 风潮等 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 通过外国情报监视法等法案 强制在相关科技企业的设备 软件 应用程序中植入后门 利用嵌入代码 漏洞攻击等方式 借助其全球性科技公司的影响力 实现对全球数据的监控和窃取 2022年4月 由美国军事情报背景的 异常6号公司 被曝光将其内部跟踪软件开发包 嵌入到众多移动应用程序中 从而跟踪全球数亿部手机的 位置数据和浏览信息 并将这些数据汇总出售给美国政府 美国一边大肆对全球各国 开展网络攻击窃密 一边花样摆出 炮制各种版本的安全报告 将中国抹黑为网络威胁主体 渲染炒作所谓中国网络窃密问题 把颠倒黑白演绎得炉火纯青 众所周知 美国长期凭借技术优势 对世界各国包括盟友 进行大规模窃听窃密 开展网络窃密活动 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近年来 美国加紧推进前出狩猎行动 其行动目标明确 俄罗斯 伊朗 中国和朝鲜 是其主要目标 而美国却极力把自己塑造成所谓网络攻击受害者 打着维护网络安全的旗号 鼓动胁迫他国加入所谓清洁网络计划 企图在国际网络市场上清除中国企业 当前 网络空间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战场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我国官方多次敦促美方应深刻反省 停止针对全球的网络攻击窃密行径 停止以各种虚假信息混淆视听 好 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洞先生 国家安全部20号发布 齐敌美国情报机关网攻窃密的主要卑劣手段 那么许先生 这一动作对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您如何看待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丑陋行径 美国这个安全部门相应的在全球 不仅仅美国人 美国公民 在全球应该说各个国家 包括美国盟友 美国人都在监视监听 很多手段采取的都是电子手段 包括网络手段 在过去应该指出了这一点 就是在过去很多情况下是很多国家 不是说不知道 而是说找不到证据 因为美国的手段比较高超 也就是到你家里看了一圈 然后又走了 把门锁上了 然后你回家来 你不知道 实际上他已经什么都知道 你家里有什么东西 这想想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随着我们的技术进步 国家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这个可能更加关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 能看到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方面 加大这个应该说投入的力度 无论是国家部门 还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网络安全公司 都在不定期的公布 跟踪 监视 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 是不是有外来的入侵 我们知道是无论这个私营部门 私营公司 还是我们国家安全方面 都有这方面的这个报告出台 所以这是 我觉得是一个警醒 对于相关部门 那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 比如说西北大学 对一些这个重要的部门 他们的这个网络的安全 对我们个人也是一种警醒 在另一方面也是说 也是说彰显了 我觉得很多 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那对网络安全方面的 这个能力的进步 技术的进步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跟踪到 可以监测到美国方面 那采取了什么手段 去这个窃取其他的一些信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进步 加强这份能力 不仅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能力 还有呢 就是要监视这个外地 这个入侵的能力 尤其是这个 尤其是那种不友好的政府 它采取了一些 这个非常不友好的这个策略 这是完全这个防御的 完全这个合理 合情合理的一些手段 这个和美国那种 监视全球的手段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法理上来讲 从道义上来讲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美国这方面 应该我们可以看到 遭到全球是指责 是谴责的 好的 谢谢许清朵先生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 让您带回家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只留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 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 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带鱼盖椒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现在199元 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哇 这个是太好吃了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吃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 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 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吃 与此一股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渔民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10罐的钱 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 710 2826 深河五箱带鱼罐头 原价199元10罐 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 重磅福利 199元 整整30罐 只限2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感线 如果您错过 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 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 福建发布 再来关注 加拿大政府18号指任印度政府 关联一名加拿大籍西克教知名人士 遭枪杀事件 下令驱逐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印度政府19号回应道 加方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作为报复 分析人士认为 围绕这一事件 两国矛盾升级 双边关系趋紧 加拿大外交部部长 梅拉尼·乔利 18号宣布 驱逐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加外长乔利当天表示 这名印度外交官 涉嫌参与今年6月 在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 暗杀加拿大西克教领袖 哈迪普·辛格尼加尔 如果对其指控得到证实 其行为将是对加拿大主权的 严重侵犯 当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月初在参加 20国集团峰会上 以就尼加尔身亡一事 直接与印度总理莫迪 进行了沟通 并表示过去几周 加拿大安全机构 一直在追查此事 对此 印度外交部19号发布声明 称加方上述指人荒谬 没有事实依据 且另有动机 加方此举是把焦点从受加拿大庇护 继续威胁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身上转移开 此外 印度外交部说 印方当天召见相当于大使的 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 宣布驱逐一名加方高级外交官 限令5日内离境 印方没有公布这名外交官的身份 据悉 遭暗杀的加拿大西科教领袖 尼贾尔45岁 上世纪90年代从印度移民至加拿大 他主张印度部分地区独立 2020年被印方列为恐怖分子 今年6月18号 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县 一处西科教文化中心外遭枪杀 好 我们继续请教许清朵先生 您如何观察加拿大和印度 此次互相驱逐外交官事件 加拿大和印度的关系 是否已经到了危急时刻 可以这么说 两国的关系 到了一个比较危急的时刻 因为我们说驱逐外交官 相呼一般说这种关系 应该是发展到了一个 通过这种正常的交往 正常的外交交往 已经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地步 才能把自己对方的外交官驱逐 这也标注两国关系的一个恶化 我们说印度加拿大方面 也把本来要继续进行的 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谈判也暂停了 一个双方的关系 某种意义上是被叫停了 这样的一种状况 这样的状况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加拿大方面说 它可能要继续有可能 释放一些所谓的证据 这样的话就会让印度 应该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步 在这个情况下 应该说是印度也不会在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屈服于加拿大的这种 应该说是干涉内政的威胁 因为对印度来说保持独立是很重要的 它有这么一个传统 就是说不管是面对这个 其他的国家 还是面对这个西方强国 那印度一向是 这个比较强调它的独立性的 也是非常非常拒绝 这个其他国家 对他们国家的事务 进行这个指手画脚 进行评论 进行批评等等 印度都是不接受的 无论是这种评论 或者批评来自于美国 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 所以加拿大在这个西克教徒方面 应该说西克族的利益方面 对这个印度方面有所违词 这个印度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印度呢是坚定的在这一点上 要保维护自己的这个国家主权 所谓的这个独立性的 不允许其他国家来进行干涉 那么这次对加拿大来说 可能是个教训 也就是说有人就评论说 你呢在这个印太战略上 紧跟着美国 也这个拥抱印度 要这个一块要应对中国 其实中国和加拿大来说 并没有任何在地缘政治上的 利益的矛盾 对不对 也没有说有所什么 可以竞争的这个目的 来说比如说竞争这个全球 什么重要的这个地位啊等等 本来呢双方是相互 这个补充的 这么一个比较这个密切的贸易关系 结果呢因为有些人呢 故意引导误导 在加拿大一直以来调查 所谓的外国势力 对他们的政治的影响 到后他们发现真正影响呢 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 同时也是一个希望 他们能够醒来的时刻 那就是说当他们紧紧的 为了这个华盛顿的利益 来服务的时候 来和把这个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搞坏的时候 当发现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其实这些国家 可能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这对他们说应该是很多 他们的有识知识 也进行一个反思的时刻吧 好的 谢谢徐清朵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只留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 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 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带鱼盖浇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现在199元 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哇 真的是太好吃了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吃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 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吃 女子一股特别疏脆 看着电视上渔民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10罐的钱 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 710 2826 深河五箱带鱼罐头 原价199元10罐 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重磅福利 199元整整30罐 只限2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将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就加拿大和印度 互相驱逐外交官的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许清德先生 以您的观察 美国和欧洲国家 会站在盟友加拿大一边 而与印度发生冲突吗 美西方国家将如何处理 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是美国方面 也是应该说是左右为难 他们自己就有学着写文章 说是现在是在石头和硬地之间 也就是说要么掉在石头上 要么掉在一块硬地上 感觉都不舒服 就是在对华盛顿而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是 其实在这个G20 你说这个20国集团会议之前 加拿大方面就敦促了美国 这个五眼集团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和新西兰 就敦促他们的 就是最亲密的盟友 就说要求这个一些国家 能够通过一个联合的 这么一个声明 来谴责来批评印度 但是考虑到印度 要在美国的地缘争执方面 尤其是主要是 对付中国的地缘争执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为了利用拉拢印度 美国方面实际上是拒绝了 所以说从这个事件 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许我们可以猜得出来 这些国家在这个事情上 最终说采取的态度 或采取的政策 这个事情发展的方向 因此也可能比较的明确 应该这么说 为什么呢 就是说在第一份一个层次 是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 那么这么一个争议 第二个层面上 那么就考验到 比如说无论是美国 还是英国 还是澳大利亚 那么他们是不是 要因为这件事情 而站在加拿大这边 而得罪印度 大概率看来 他们可能要选择 西市寅人 大事化小小事化疗 那这算是一个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算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 只是说能不能让加拿大人 平静下来 让加拿大人接受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实 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 目前此刻并不那么重要 他们的国家主权 并不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 对于华盛顿来说 重要的是战略利益 那就是他们要继续拉拢 这个亲近印度 因为在他们的 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方面 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就是说认为呢 对抗中国 或者说这个要拉拢印度 使用利用印度 对抗中国 对华盛顿人说更重要 所以他们最终 可能选择了一个 正中的方案 可能才保持了一个 中立的方案 不太可能站出来 一致的批评印度 更不要谈制裁措施 对印度 这种可能性 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除非这个欧美 放弃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 认为呢 这个印度 也是我们的这样的 不可接受的国家 和我们这个所谓的 意识形态不一样 是我们的这个 国家制度不一样 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那个要保持距离 不能和这样的国家交往 这种可能性是不太存在的 所以说这个加拿大最终呢 可能想让自己的盟友 替自己出头 这种能做的是有限吧 应该这么说 好的 谢谢许清朵先生的分析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尔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拍摄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那尔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那尔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